小朋友们,母鸡咯咯哒出去以后遇到了哪些动物,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? 现在小雨姐姐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。 母鸡咯咯哒最先遇到的是一只大鸟,它正带着孩子散步呢。 请问你是谁的妈妈?母鸡咯咯哒问。 大鸟自豪地说,我是孔雀妈妈呀。 天呐,我一直以为孔雀都是长着长长的尾巴,开平时美极了。 母鸡咯咯哒惊叫起来,是的,那是孔雀爸爸,做妈妈的都像我这样。 孔雀妈妈显然一点也不介意,她笑着说,做妈妈多幸福, 那点美丽算什么。 母鸡咯咯哒想了想,这也许是对的。 这一次,她遇到了一只没有脚的梅花鹿。 嗨,你怎么有点怪怪的,你的脚呢,弄丢了吗? 母鸡咯咯哒问。 没有啊,我们母鹿就是这样的。 那只梅花鹿笑着回答。 真是奇怪,我一直以为所有的鹿都长着树叉呢,那多神气。 母鸡咯咯哒再次惊叫。 母鹿摇摇头,那只是公鹿们用来打架决斗的武器罢了。 原来是这样呀,母鸡咯咯哒明白了。 第三次,她遇到一只大猫,她正带着小猫玩。 嗨,你们家的小猫咪真可爱。 母鸡咯咯哒主动打招呼说。 妈妈还没说话,小猫却不高兴了。 我不是小猫咪,我是小狮子。 啊,小狮子,咯咯哒,别开玩笑了,你的棕毛呢? 母鸡咯咯哒才不相信小家伙的话呢。 我们真的是狮子,棕毛是熊狮才长的。 大猫也说。 天哪,我还以为所有的狮子都有一头威风的长发呢。 母鸡咯咯哒急得脸都红了。 雌狮子抚摸着小狮子说。 我们没有那神器的头饰,可我们的功劳最大。 生养宝宝,教他们生活,捕猎,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呀。 连最厉害的熊狮也是妈妈教出来的呀。 母鸡咯咯哒突然觉得做妈妈很自豪,很幸福,她要赶快回去,做一个鸡妈妈,去照顾自己的蛋宝宝,让他们成为鸡宝宝。 有漂亮的小公鸡,也有能干的小母鸡。 母鸡咯咯哒每天又开始唱起她的歌来了。 咯咯哒咯咯哒,我又下蛋了。 咯咯哒咯哒咯哒,我的蛋儿大。 咯咯哒咯哒咯哒,快来看看吧。 咯咯哒咯哒咯哒,我是美妈妈。 杨先生到现在还不明白,这只看起来并不漂亮的母鸡,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快乐呢?